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 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 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 为人聪明能干 头脑清晰灵活 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 在事业上容易成功 财运极好 尤其是偏财运 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 二 有贵人线 所谓的贵人线 又叫做生命辅助线 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 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 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 大多贵人运非常好 在事业和生活中 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 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 总有贵人助其度过难关 三 手像干姜 家运必忘 手就像干姜 它主要是直手的握力 因为干姜具有最重的阳气 而握力取决于肝脏的阳气 如果肝功能很强 这些人通常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具有这种手掌术的人 通常具有较强的处事能力 勇气 策略 敢于战斗 充满冒险精神 敢于争先 并且有不怕的任性困难 这样的人一定能做生意成功 成就非凡 四 财富麦歌纹理多 在大拇指第二指节部分 与手掌纹理交界处形成的十字图案 或由一些倾斜的纹理组成的三角形 菱形或类似于菱形图案 都可以统称为财富纹理 对于财富纹 正方形或菱形是比较好的 不论是竖线或直线 越多的纹络意味着更多的资金积累 这意味着这个人 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发财 而这种人知道如何管理金钱 并且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积累大量财富 五 食指上带有三约纹 大多数人食指的 上面会有一条横的纹理称为指节纹 如果指节纹能够达到三条 那就不再是简单的指节纹 而是成为了三约纹 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人在生活中并不缺乏金钱 而且金钱和财富通常是由婚姻带来的 如果您是女性 您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嫁入一个富裕的家庭 并受到丈夫家庭的影响 享受好的物质生活 并有足够的温饱 男人也可以娶有钱的妻子 总而言之 这是财富的宝库之一 第二 按例分享 男人首相有这个特点 过了七十岁这个坎 晚年必想高寿 第一种 上庭稍窄 下庭稍短 强运在中年 早晚都一般 不过额高 早年学业不错 就是额头稍尖 难得长辈助力 早年自信心也不足 个性内敛谨慎 眉毛相对顺滑 三十岁开始有些起运 眉眼的配 田宅工程 青年时期能稳住事业和姻缘 只是眉粗烧散 有些粗织大业 忽略细节 洞察力也稍弱 注意烂桃花干扰 山根有力 此处承接印堂和鼻 也是结婚成家的阶段 能嫁良夫 加上鼻高龙有肉 富蕴强 才蕴旺 全骨饱满有肉 全骨代表周围的助力 鼻代表自身 能很好辅佐鼻蕴 只是人中稍短 鼻头有些压人中 子嗣不丰 不过腮骨秃而有肉 奴仆工程 和子女晚辈缘分深厚 四方口 有口福 为人大方慷慨 人缘不错 只是下巴稍短 晚年难留下钱财 掌色来看片火掌 做事雷厉风行 性格稍急 手指根部掌丘 有些平薄 浮运根基一般 特别是食指根部 训弓箭褶皱 此处是正财位 说明财运一般 本职工作有些动荡 本职工作起伏 从事业线浅淡也可看出 事业心也不强 不过金星秋饱满高龙 此处还见暗财文 才在暗处 需多加耐心 和事业心 才能发掘 加上四指严丝合缝 正财虽然一般 但能守财之进退 掌心名堂凹陷 四周八卦风龙 形成聚宝盆 能存下些钱财 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 本性天保守谨慎 做事也有些放不开手脚 相对生命线 脑线倒是更加深长 人很聪明 但有些爱动脑 不太爱锻炼运动 建议平衡体力和脑力 运势才能稳定长久 生命线中年阶段有些浅淡 见羽毛 注意肺部保养 同时也说明 中年运势有些低迷 从事业线中期 断开也看出 同期感情线也出现断开 中年不只是事业侃 还有感情观 感情线断开 说明情缘断 感情亦有分离之苦 结婚线很长 如果刚好接触了太阳线 容易有条件不错的另一半 可惜刺破了太阳线 会错过一次比较好的姻缘 45岁左右 生命线建上升线 这个阶段会迎来收获 能建些财 生命线也更加粗壮深刻 运势有所提升 感情也恢复稳定 感情线后期上翘 似乎变得更加有活力和激情 财运线深长 说明越老财越旺 和生命线和脑线以及事业线 组合成了元宝纹 这个是人生的财库 利用得当 可见财运有大突破 但是由于事业线断续 元宝财库出现开口 一漏财 建议补充财库化解 第二种 鹅高稍窄 人很聪明 但是亦多思多虑 早年不太自信 面骨见棱角 筋骨制人 好胜心强 情绪有些反复 容易精神内耗 高低眉 左眉高又眉低 古代奖附在母先规 现代来讲和母亲缘分不深 中年后多关注母亲健康 没能见棱角 很要强的人 三十岁后 逐渐变得自信大方 双眼皮有医美成分 伤了田宅工 青年时期 男友靠山和根基 有些动荡和迷茫 夫妻供凹陷 特别在姻缘方面 有些坎坷 不过鼻高龙厚重 个人主见性强 职场女强人的典型 颧骨高 个性稍显强势 利于事业 但不利姻缘 鼻有些孤怂 财运是有 但是周围人助力不多 才不大 夫运有 但不足 唇不包齿 职场一犯口舌是非 也难关才守财 夏亭烧间 晚年亦为子女忙碌操劳 掌面厚重饱满 手指挑打 是典型的土掌 土人稳重传统 热爱大自然 富有探索精神 只是指头四股锤 有些是必公亲天劳碌 不过四指严丝合缝 能守财之进退 金星秋尤其的饱满 精力充沛 体质佳 为人慷慨大气 运势根基深厚 食指根部训工才未饱满 正财望而稳 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 小指水星秋饱满 沟通能力强 能靠口吃轻松饭 左右手生命线初期都见上升线 也叫希望纹 说明天资聪颖 不过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见导纹 人虽人聪明 但是学业受家庭条件所限 左右手对比来看 左手脑线和生命线粘贴稍长 本性还是偏保守谨慎 有些放不开手脚 但是右手脑线和感情线 合二为一 形成断掌 后天随着经验和能力的提升 处事更有决断力和信心 左手事业线倒是比右手伸长 左手先天 右手后天 四十岁之前事业心很强 做事冲进十足 四十岁之后 事业心减弱 一个是年龄增长 活力减弱 一个是因为后天随着经验积累 做事更加稳重理性了 不过右手是夜线尾端见杂纹干扰 也就是在中植土星丘下方 有些杂乱 说明晚年难得清闲 甚至有多个子女争夺遗产的情况 左手事业线中期有断开 中年阶段 事业欲瓶颈 中年事业有个坎 同期感情线也出现倒纹 中年还有个感情观 不过月秋来了条帮扶纹 在贵人助力下 事业重新恢复活力 感情也逐渐稳定 左手生命线尾端也出现分叉 说明和子女缘分不深 晚年子女男在身边 此处生命线也是断开处 生命力减弱 甚至疾病困扰 过了七十岁这个坎 后面生命线绕手腕 晚年可想高寿 生命线和脑线 以及事业线和财运线 组合成了元宝纹 这个是人生的财库 利用得当 可见财运有大突破 但是由于事业线断续 元宝财库出现开口 一漏财 建议补充财库化解 第三种 额头戴美人间 早年和父亲缘分前 也是早熟的面相 容易有早恋倾向 额头高圆 人聪明 但是在感情方面难长久 眉头聚眉为散 做事有些拖沓 有时候三分钟热度 眉散财也难聚 情缘也亦不顺 双眼眼聚偏大 眼为监察工 看问题浮于表面 难看透本质 容易识人不明 欲渣难 山根也偏低 此处也是承接 青年和中年的阶段 所以在结婚成家的阶段 有些坎坷 鼻头大鼻孔大 形势有些仓促 胆子大 运势容易大起大落 有机会见财 但财难守住 人中见钩 子似风龙 双唇见棱角 亦犯口舌是非 浅浅的胡须 建议脱毛处理 狠 也预示着你的运势 看你是大富大贵 还是倒霉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 疤痕 对于人的美观影响 是十分之大的 毕竟不少人 都是十分地抵触的 特别是出现在在脸上 却是让人郁闷的 那么若是在面向学中 身上各处有疤的人命运 是怎么样的呢 下面让我就来给大家 具体说说 一 手上有疤痕命运 一 大拇指有疤痕 代表亲人受伤 大拇指代表父母亲人的运势 与亲人的感情好坏 亲人的健康情况 如果大拇指受伤留疤 那么不仅代表命主和父母 亲人的之间的感情淡薄 还表示父母可能会受伤 所以如果突然大拇指受伤了 就要注意身边的亲人 近期是不是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二 实质有疤痕兄弟姐妹起纠纷 实质代表手足之情 以及手足的运势 如果实质受伤了 则代表命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不好 容易发生争吵 有可能是为了争加产 有可能是借钱引发纠纷 此外 实质有疤痕 也代表此人在职场上容易遭遇小人 是非比较多 常常忙得焦头烂额 还吃力不讨好 三 终止有疤痕自身运势受损 终止代表自身的运势 终止上有疤痕 那么运势一定有影响 要么是工作遭遇各种麻烦 无人帮助 要么身体出现问题 被病痛折磨 要么和另一半争吵不休 家宅不宁 如果疤痕一直淡不下去 非常明显 那么此人的中年运势也很差 可能直接影响后半辈子的福气 一辈子碌碌无为 四 无名指有疤痕 配偶受伤 无名指代表配偶的运势 以及与配偶的感情 无名指上有疤痕 要么是配偶经常生病 身体不好 要么就是经常和配偶吵架 对方出轨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都让婚姻摇摇欲坠 如果还想挽留这段姻缘 不妨把疤痕淡化掉 这样也可保住夫妻情分 五 小拇指有疤痕子女叛逆 小拇指代表子女的运势 以及与子女的感情 小拇指有疤痕 子女从小身体就不好 而且性格古怪 难以管教 他们不仅叛逆 还很容易受诱惑误入歧途 如果不及时止损 将来必定成为祸害他人的人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命主自己操劳一辈子 最后郁郁而终 二 天庭有疤痕命运 天庭代表一个人的思考力 与命运前途 所以又称做官路工的 天庭如果有疤痕 如果是公务员 则会影响仕途 如果是经商 则会影响商业的前景 额头还代表父母 这里的疤痕 也代表父母身体 或者事业方面有欠缺 面向额头有疤痕 早年运不利 失业运较差 此种人性格有些极端 容易造出对人不利的行为 如果整个脸型成以恶相 更加要小心了 不要轻易得罪他 以免惹祸上身 额头有疤的人士化解方法 必须提高自我素质 学会心平气和 少与他人相争 三 眼睛皱纹有疤痕命运 面向眼部周围有伤疤 如眼瞼 眼度 眼睛尾部 代表与家人关系不好 如眼瞼有疤 不喜欢在家 容易与家人发生争执 眼度有疤 代表与子女缘较弱 但不等于无 眼睛尾部有疤 感情运较差 情侣之间容易失和 山根部位有疤痕 会影响婚姻 如果山根再有 恒文配疤痕的话 那么离婚的几率非常高 如果疤痕比较靠上 接近印堂了 那么就是代表有伤灾 如果疤痕向下 则会有病灾 四 鼻子上有疤痕命运 面向鼻子有疤 鼻子看财和夫妻运 鼻子有疤容易破财和漏财 同时在爱情运方面较差 往往爱上不该爱的人 而深陷苦境 因此 有此现象的人 必须带眼识人 在认识对方之后 必须观察一段时间 确实对方无不良情况 或心怀鬼胎 才可交往 切记不要盲目地 投入一段恋爱 五 人中上有疤痕命运 男子的面向最忌讳额头 眉毛 鼻梁有疤痕和斑点等等 人中是属于夏婷 一般代表晚年 人中和男子的生殖器官有关系 如果此处出现疤痕 说明生殖器官方面会有问题 如果是外界造成的 那就要看疤痕的颜色深浅 以及愈合程度 愈合的程度不好 而且颜色深 就要特别注意了 六 下巴上有疤痕命运 面向地格有疤 容易遭遇小人或者朋友出卖 特别是地格下线人士 会遭朋友拖累 或者朋友经常带给你麻烦 地格饱满者 情况较轻 面向下巴疤痕 都是后天生活所导致的 有损有益 人定胜天 只要多注意 疤痕也少 明天会更好 七 尖门上有疤痕命运 中国像术家对于为 两外眼角的别称 该部位即所谓十二宫之一 夫妻宫的位置 在两个眉尾 眼尾延伸至鬓发之处 古像书将之称为妻妾宫 又名尖门 下面我就给大家具体说说 尖门有疤的命运 一 财运难留 如果尖门处有疤的话 可能会影响财运 因为一旦尖门处长有疤痕的话 其财运就被破开了 所以尖门处有疤的人财运 都是很难留住 而且对人的外面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好不要在尖门处留疤吧 这样大家的财运也会被消散 难以继续原来的财运情况 二 难有作为 尖门处有疤的人 其公路运势遭到了破坏 所以尖门处有疤的人的前途和运势 都不会得到提升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难有作为了 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运气比较差 做很多事情都比较不顺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在尖门处留下疤痕 这样会影响其运势 三 危急健康 尖门有疤痕的女人 的确会让丈夫的财运有所受损 但是其实相对而言 这还只是开胃菜 如果尖门有疤痕的女人长期地影响 丈夫的财运 让丈夫的财运违不振的话 甚至还会间接地导致 丈夫的健康也出现一些危机 容易患上一些不良的疾病 最后导致这个家庭彻底的破败 第二 案例分享 斗鸡眼的面向是好面向吗 最好少和这种人打交道 第一个 手掌饱满厚实 手指挑达 典型的土形掌 土人稳重传统 四指严丝合缝 能守材质进退 生命线和脑线也粘贴长 处事保守谨慎 有时候会放不开手脚 金星丘内侧建一个景字纹 这时是非少见的 金星丘代表根基和家庭 景字纹出现的位置来看 早年能得家庭主力 靠山和根基不错 附近的湖口火星丘也饱满有力 面对困难也有勇于面对 从这深长的事业线也看出 是个事业心强 目标感强 注意到财运线也很深长 汇集成线 说明财运旺 能聚财 财运线和脑线 以及生命线组合成了三角财库 有发大财的机会 只是感情方面有些不如意 脑线中期见导文 35岁左右心里有创伤 和感情有关 感情线也见导文和杂文干扰 因缘难顺 加上结婚线离小指太近 一晚婚 第二个 面相五分看眉眼 女主眼神迷离 有斗鸡眼的趋势 眼神散 气韵难藏 容易被人看透心思 被人利用 眼也未监察工 识人不明犯小人 眼皮三层的人 个性稍敏感 不过桃花旺 眼周黑气稍重 切勿沉迷情欲 损耗福报 田宅公也被三眼皮侵扰 运势根基不稳 祖业难靠 青年时期 易动荡 夫妻宫有些凹陷 子女宫见黑气 姻缘有些不顺 颧骨突不高 个性强势 不利婚姻 所谓面广鼻长 伎俩非常 说的是 这类人比较精明 尤其是钱财方面 有些吝啬 鼻头带阴勾 处事精明老练 甚至有些过于有诚服 影响人缘 但是婚后 善管家财 不过鼻梢窄 夫运不强 容易管教过于严厉 有逆反心理 夏亭稍短 晚年一般 第三个 掌博纸系天幕行手 牧人多思善谋 个性敏感 无名指建制 无名指代表另一半 此处建制干扰 代表正缘难寻 从感情线也看出这点 感情线三十岁之前 锁链和导文多 天缘干扰多 犯情商 小指水星秋褶皱 不善言辞 沟通能力不强 容易在感情方面造成误会 结婚线也见多条 因缘有些好事多磨 木行人也有些犹豫不决 容易错过好的因缘 三大主线来看 感情线和脑线分隔太远 加上脑线偏短 形式偏感性 少了些理性 川掌人也做事 也有些仓促 容易犯错误 无论是事业 还是感情方面 相对脑线 生命线倒是深长 似乎有双生命线 加上金星秋饱满 体质不错 比一般人 有双倍的活力和精力 不过建议 还是多增强学识 平衡脑力和体力 运势才能长久稳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